新冠肺炎疫情不断的升温 政府一直在宣导 希望民众不群聚 佩戴口罩以及尽量减少出门等政策 严见端午年假期将到来 政府也一直在呼吁 希望民众能够减少移动 防止疫情的扩散 对此先议员王彩云也希望相亲 如果有在外的亲友 请他们能够待在原地 防止疫情危及家人 等到疫情降温之后再来相聚 我在哪里就读哪里就业 我们就待在那里 尽量不要再回来到家乡 让我们家乡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困扰 也让我们家乡碰到的疫情 不要再加重 让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 能待在原位好好的生活 我们为了家人为了你自己 我们就是待在原位 然后勤洗手戴口罩 然后我们一定不要乱跑 非必要不要乱走动 让我们的疫情稳定下来以后 如何再聚 家人再聚都有机会 先议员林芳宇表示 端午节即将到来 政府也忧心返乡潮 会造成疫情的扩散 因此希望民众 在防疫的特殊时期 减少群聚的机会 建议民众在疫情过后才返乡 避免疫情的危害 每一年的端午节 我们都可以利用端午节的时间 跟家里聚一聚 但是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 尤其是我们的疫情相当的严峻 也希望说人口不要移动 希望我们能够配合中央的这些指令 做好这些自身 可以做好的基本工作 那么就是为了国家 为了我们自身 为了大众尽一份的心意 在这里再一次的 要呼吁大家 能够大家来遵守 不要造成政府 不要造成第一线人员的 这一个负担 副委长排一圈也呼吁民众 告知亲友们 年假能够不返乡 让疫情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可以得到控制 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记者陈维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 节奏